各位觀眾朋友午安真的要好好把握這一兩天的好天氣 因為禮拜天開始有寒流要來寒流要發威了 今天一直到禮拜五這幾天的陽光普照而且高溫 甚至都可以來到25到27度左右 算是非常舒適穩定的天氣形態 但是到了禮拜六開始你看又有封面要來報導了 那麼禮拜六這一天北台灣其實早上的時候就會感受到有點陰冷 跟前一天的感受真的是差很大 因為禮拜五的時候甚至還可以來到27度左右 但是來到了禮拜六這一天早上只剩下21 22度 所以落差非常大 但是到了禮拜天開始寒流要來了 這一波的寒流算是環境式的寒潮 因此影響時間會蠻長的 從禮拜天一直到下個禮拜四 將是它影響我們最為劇烈的時間點 那麼最冷大概會下探7度左右 甚至空曠地區你大概減了個2度大概3到4度而已 所以低溫的時間是下個禮拜三到下個禮拜四 你看到白色這條線就是北部跟宜蘭地區 已經來到了8度接近7度了 因此下個禮拜三下個禮拜四 恐怕還會更冷而且有機會接近6到7度左右 那很多人就在問啦天氣這麼冷寒流要發威有機會下雪嗎 這跟雨勢有一點關係 我們從未來的降雨趨勢帶您來看看這張圖 下個禮拜一的晚上其實北台灣 大概是1000到1500公尺的高山有機會可以看到雪 也就是大屯山的山頂是有機會下雪 再來下個禮拜二到下個禮拜三一整天 中南部大概是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有機會下雪 包含南台灣的部分主要是比較接近中央山脈的東側 另外中台灣像是荷花山也有機會是可以看到雪的 不過禮拜六開始呢包含中部以北還有東半部就已經開始下雨了 我們從氣象關鍵字跟您做提醒的喔 今天一直到禮拜五要洗衣曬背的來要出去走走的非常適合 因為從今天開始到三連三天也就是禮拜五都是有回暖的跡象 那麼禮拜日呢寒流就要來了 那麼最冷的時間點是下個禮拜二到下個禮拜是最冷的 下個禮拜二的晚上以及下個禮拜三是一整天都很冷喔 另外呢如果要追雪的話 全台灣1500公尺到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都有機會是可以看到雪了 是以北部最有機會再來看各地氣溫了 基隆 台北 新北 桃園跟新竹 晴石堆得好天氣 高溫來到26度 苗栗 台中彰化 南投跟玉林 高溫來到26度 那麼幾乎沒什麼降雨 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敬善敬美 它的舞蹈 空間 艦化 冇決定 也會給大家更多地面 慢慢來找 開眼 MARK 溫 禮拜 立善敬美 藏敬美 藏敬美 衷敬美 因此 敬善敬美 博ез歐敬美 女人 不 petroleum 寅至 孔敬美 阿 全國 76000 又等